2021年远见县市总体竞争力调查结果出炉 因为合并升格议题 频频成为新闻焦点的新竹县市 这总排名双双挤进前五强 新竹县更是一口气进步八个名次 夺下全国第五进步最多 那对于在疫情笼罩的情况之下 我们县补团队仍然是持续不断的来推动各项建设 包括五支建十大交通建设等各项软硬体的建设 为我们新竹县未来三十年的龙井继续的来打拼 来奠定地方长期繁荣的基础 让乡金龙幸福快乐安居 那我想这一次的成果我们再报告一下 它的项目里面 我们的生活品质与现代化的面向 我们是得到全国第一 经济与就业的面向是全国第三 社会福利的面向全国第五 为全台进步最大的一个进步奖 不管怎么样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公布的成果 我们感到很高兴 但是我们也感到更需要谨慎 更需要努力 所以我们今天在足口汇报上 我们也特别跟我们的所有的局处长 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荣誉 但是我们要打拼的这个精神 还是要继续的勇往直前 根据调查结果 新竹县在评比的九大面向中 均表现亮眼 在生活品质与现代化面向 以黑马兹兹拿下榜首 在经济与就业面向 则因为足颗强劲表现 和县府近年着重经济产业发展 首度闯进前三 此外在地方财政和社会福利面向 也双双多下第五 其中社会福利更是一口气进步12名 凯布新竹简淑琪采访报道